技術分析 纪律还有智慧 是股市必胜的方法 喜欢老师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推起小铃铛 让股市信心开启您的股市斜杠人生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永诚头顾副总林姓荣林老师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必须先给大盘下一个 给他取个名字好了 你知道现在台股得了躁郁症你知道吗 躁郁症会干嘛你知道吗 会吃 然后呢吃完就想拉 所以你们发现昨天大涨 今天开高又走低 美股昨天可是大涨的哦 发现什么事 我其实在老师Light 我已经讲了好几天 包括我也给会员发了简讯 因为现在你动作不能太多啊 除非你就当冲隔日冲嘛 那我说过我就不喜欢做那么累的事啊 姐姐喜欢轻松转啊转轻松啊 不要笑来笑去啊 那基本上呢 今天昨天涨的是AI 今天呢杀的还是AI 那为什么会这样 等一下老师跟大家讲 那AI还会不会再长 麻烦你加Light之后 老师呢在这个昨天的影音学堂有特别教 所以今天影音学堂我们就不用再重复讲了 不然大家都说同样的啊 很不意思的啊 那我们讲的族群它一直动 而且基本上这个长的族群它就一直换啦 像今天要跑到军工啦 那你在追啊 昨天追的 如果今天早上一开盘没卖 既然跑到军工 你军工要不要追 明天要不要涨 就投资理财就不是这样子做的你 那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讲的 当股价 小于未来价值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投资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今天是8月8号对不对 爸爸节 那节目一开始呢 先祝所有的爸爸怎么样 来父亲节快乐 来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个爸爸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 把这个老婆养成贵妇 然后呢把小孩栽培成 有这个我们讲的有用之人 那其实爸爸 我昨天有提到啊 据我了解以前 我爸爸是有什么痛苦都不说的 反而比较会诉苦的是我的娘 睡睡念的也是娘 有对生活不满意的也是娘 虽然娘也很辛苦的在工作 爸爸也很辛苦的在工作 但是爸爸从来没有说过 没有任何怨言 他就没法抖啊 用念嘛 那基本上我的家庭很幸福快乐 爹娘都对我很好 那爸爸也往生了 所以在你还有爸爸的时候 我讲得有点想哭耶 当你还有爸爸的时候 记得对爸爸好一点 拜托耶 你妈如果在念你爸的时候 拜托 你自己要当一下润滑剂 因为爸爸真的 除了会打游戏 因为他要发泄他就打游戏嘛 不然就怎么样 就跑出去嘛 自己偷喝酒 因为在家里喝也会被念 那今天属于他们的节日 对他们好一点 记得下班前去买个小礼物 随便买个钥匙圈也好 那如果你钱比较有一点 包一个享活包给人家啦 有钱就包大一点的啦 懂不懂 至少给他买一包花生嘛 给他有个啤酒喝这样也好 那今天呢祝全天下所有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那信心老师竭尽所能的 带着所有的爸爸一起快乐 发发发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 讲完爸爸节之后 那你看 今天老师给大家的节目主持 主题是黄仁勋 今天晚上 也就是说我们讲 美国有开盘的时候 他会在美国开讲 开讲什么 AI 对AI的未来 他怎么讲 那么我们的AI概念股 还会喷吗 那基本上 AI概念股 其实我说过嘛 包括苏妈妈也说过 骗虚空骗宇宙啊 那当然不是四伏 只有应AI 那我们讲应AI 已经涨上去了 怎么操作 我昨天引力学堂有教 然后未来 我们讲黄仁勋 他到底要讲什么 拭目以待 那大概的重点 我会先跟大家讲 所以今天的节目 有点专业 不要睡着 一样拿出你的笔笔 好好的做笔记 好事自然就会发生 发生再发生 那今天反而 长荣航华航又起飞了 军工概念股 那个无人机也起飞了 今天呢 飞机们 小飞机大飞机都起飞了 还有最近 比较hit头的是面板股 那我有说过 所谓的老落妇孺 就是面板 海域 这些跌深的股票 最近有点 因为消息面的部分 有一点在上涨 那他们还可以买吗 因为最近太多人 都想买面板股 好那 这个东西呢 老师呢 有机会 如果今天时间够的话 我也会把面板讲一讲 这样 OK OK 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来 来 父亲节 咱们一起发发发 好我们先从AI开始 NVIDIA的执行长 叫黄仁勋 就是这一位 大家都知道 那这一些呢 基本上都是 我们讲的 有关AI智慧的佼佼者 包括一些印度人 还有一些我们讲的 各国的一些 对AI 有非常深入认识的 将来要为AI市场打气 那么8日就是在爸爸节 今天晚上11点 那他们会讲些什么呢 大概会是这个 来我们看一下 那这是昨天的字卡 美国今天晚上要开讲 那昨天你们发现 技嘉音业打广达 伟创全部都涨停板 那基本上 昨天是不是有下一些好消息 但是老师有说 7月份财报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然后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 这个基本上呢 这个会不是只有8日开 11日还会再开AI会 所以你会发现8月 8月8号到8月中下旬 AI的题材都会一直在烧 一直在烧 一直在烧 那他们会研究的是什么呢 他们不会给你研究伺服器 他也不会给你研究机壳 他也不会给你研究散热器 他要研究的是这个 他们着重的是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 他们着重的还是什么呢 资料科学 他们着重的是高效能运算 他们还着重机器人 还着重所谓的资料中心 网路还有绘图等领域 你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是软AI 好 那我们再拉回来 那么演讲呢 在11月份又 还会有很多嘉宾 哪些嘉宾 这些 这些 好 那这些佼佼者 还会再分享一些 全球最大型的产业转型 你要知道 AI最重要的是 产业革命 产业转型 大家要更深入的了解AI 不是那么的浅 那现在涨的是 我们讲硬体AI 那再来呢 还有一些软体AI 会慢慢慢慢的浮出台面 甚至我们讲的高效能运算 甚至机器人工具机那一类的 甚至资料处理中心云端部分 甚至网路甚至绘图卡 所谓网路与绘图 基本上跟GPU也有关 处理器也有关 所以也可以留意处理器概念股 那基本上我们的形态打好了之后 慢慢慢慢的 我会带会员慢慢的去做买进 那我们讲这些嘉宾会带来分享更多更多的领域 比如说全球最大型的产业进行所谓的转型 各大产业都会转型 包括我们讲电子支付 还有包括我们讲金融 无论是空中的金融 或是我们讲是什么呢 我们讲的网路上的金融 网银类的都会做一些 我们讲的新突破 新突破 所以未来在投资台股你要懂得改变 你要懂得转型 你要懂得多吸取知识 你还要懂得技术分析 因为聪明的人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所以以前我那个时代 只要把国立编义馆的 我们讲我们以前小时候都说国立编义馆 国立编义馆的书念好 我们要考上一中 考上女中 我要考上国立大学 不难 我有一个范围 可是现在人不一样 骗虚空 骗宇宙 什么都要讨 有的没的都要讨 还要学习一些什么 我们讲的才艺 有的没的 所以现在的人 真的都在转型 都在突破 那个脑的使用量 越用越大 越用越深 我们讲人类中其身 用你的大脑 大概用5%而已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AI 你懂吗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AI 可是我们不会使用我们的大脑 所以大概用5 6% 7% 聪明一点用10几% 最多到15% 然后就不会用了 其他的大脑就会等死 所以我们要多练习 多学习 多改变 多突破 你不但会越来越聪明 而且你会越来越富有 这是在爸爸节 我们特别的老师跟大家分享 人生短短几十年 除了投资理财之外 投资自己的大脑 或你让你的脑内飞 它也比较高 因为你学习越多 你会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所以不要急 投资股票都不能急 那我刚刚讲的 突破的东西有什么呢 医疗 有什么呢 保健 这是必须的 因为现在人类寿命 越来越长 100岁真的是蛮简单 你现在活8 90岁的人都很正常 你知道吗 那么失智的一大堆 帕金森症的一大堆 精神病的一大堆 为什么 压力大 可是医疗保健又那么强 所以有的时候 活得很痛苦 所以要怎么样让你活得 很开心很快乐 AI也可以提供你 更多的我们讲的医疗云 让你可以更了解 自己的身体健康 来 再来交通 运输 通通要用AI 你不要想说 那叫传产股 你找了 现在有传产股 真的传产股要活得下去 你没有AI也不行 你没有找那个软体公司 来帮你的公司做一些ERP 做一些ESG 做一些软体云 那个也不行 你懂吗 还有制造业 传统制造业 那你又找了 随便我们讲一个 做布鞋的好了 你要做Nike的 你要做国际大厂牌的 做New Balance的 做很多很多 甚至做Chanel 所以LV的布鞋 请问 请问你没有AI 你无法去做大数据来统计 你的客群在哪里 你的成长潜力在哪里 今天的节目 是一个很广泛的节目 我们必须要跳出庐山 看庐山真面目 我们必须看全球的趋势 你才有办法去好好投资 听清楚 我带你投资 我不带你投机 那如果要投机 或是你想做短线可以 A面Port的股票随便你追 你找到A面Port的股票 你就给它追 颜色挺损 这样就好了 知道吗 但是我们在打底的股票 然后未来有成长潜力 甚至高配股 高配是 我说过要配现金 还要给我配股利 这样你才能利滚利 这样的股票 有没有 有 那最近都会洗 那会员你更好跟紧 信心充沛就好 来还有零售 你说零售也有什么用 你知道同一企业 它掌握了多少 零售企业 它不是用AI 它用什么 他们最近也切入 我们讲电子云 就什么东西 他们的我们讲的 这个叫做电商 他们也开始步入电商这一块 还有金融 这一些都很重要 这一些都是AI概念股 这样了解吗 了解了 那未来你在盘 洗香香 洗蓬蓬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轻松 这样了解吗 再来呢 等一下下半场 我们来跟大家了解 聊聊看迦士达 因为很多人问说 迦士达的头监是 他才是扛你 怎么跟大家说 他们不是AI概念股 好 那我等一下来 就这个方向 其实包括严华 通常工业电脑 它才是真正的AI概念股 但是严华 他竟然说 我们其实也不是AI概念股 但我们是 我们是什么 AI智慧股 他很不喜欢人家说 有什么AI概念股 因为AI的范围真的很广 他要强调的是 我们做的是AI的智慧 就如同刚刚老师提到的 你的AI是这个的 还是这个的 如果是手收的 那就是硬体的 那现在因为筹码的关系 都在硬体嘛 那如果你要进到 大脑来讲的话 它的成长潜力会比较大 但是它股价会很便宜 那老师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这一些 顺便跟大家解个盘 让大家安心一下 那这盘我昨天在影音学堂也教过 我说会洗啊 我就说还没洗完呢 那大盘未来会怎么走 你看昨天的影音学堂就好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那大家还没加LINE的 把LINE给加起来 想跟老师在这里洗香香 洗蓬蓬 洗刷刷的时候 跟着老师去 弯腰捡黄金的 OK 如果你相信老师 对老师有信心 想要跟着老师老师操作的 好好的布局的 咱们喜欢 我是破断骨的老师啦 我就喜欢做破断骨 过去的洗净呢 你记得吗 星象啦 翔硕啦 过去的宝瑞啦 还有我们讲过去的 我们讲4966普瑞KY啊 甚至我们玉太啊 金球猫后啊 金球贵妇啊 还有我们讲的金球大圣啊 这个5536的这个圣徽啊 Anyway 这些都是老师的波段骨 那再来还会有新的波段骨 敬请拭目以待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 股市新明星Light生活圈 还没有加入了朋友 现在立即搜寻 小老鼠 HAPPY1788 小老鼠 Happy1788 您将可以获得 每天最新的广播节目 以及YouTube影音节目的 随点随听 随点随看 同时也别忘咯 订阅幸运女神来驾到 林欣荣分析师专属的个人 YouTube影音频道 幸运女神来驾到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小铃铛喔 来大家好 我们今天从大盘来 有多少讲多少 好不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大盘真的是 震荡超过230个点 你有没有听错 230点 那今天有没有出量 有 所以老师教过 这条线如果你是做当冲隔日冲的 这条叫做平均线 当平均线 乖离比较大的时候 你再去买 所以你要做当冲隔日冲 你一定要看大盘 不要只看你那只股票啦 乌银啊 开高有没有上平均线 没有 那杀下来 乖离有没有很大 有 乖离很大 你有看到红黄香街 就是它开始有点小弯弯的时候 你要做当冲隔日冲 就可以进去咯 进去之后 它一直在平均线之下 你心情就要烤烤 然后呢 一直到上了平均线 对不对 代表说你是对的了 那你要当冲就该冲走啦 因为明天的事 明天再说 我曾经问过 有一个投资人 我说你做的最长线是多久 他说一天 我说为什么是一天 他说他当天就不留仓 那如果你真的能当天不留仓 也就算了 那他持股见诊给我看 大概套牢了五六十档 我说 那你不是一天都不留仓吗 那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持股呢 而且党党套得非常牢 他说我留仓的都是我套牢的 你有发现有个问题在 赔钱的不赔 然后越赔越多 然后呢 而且都是党党追在高点 因为他基本上他只做强势股 那当你发现他是强势股的时候 都是五六倍七八倍 甚至十几倍起跳 十块可能给你起到变两百块了 新闻到处播的都是 那个时候就叫强势股 那那个时候追下去之后 好 我当充 我充 我充 然后当天没有赚钱 然后呢 留仓 留仓 明天呢又再追一支 结果说他持股每一档都是一支 两支 两支 三支 一支 两支 三支 加起来五六十档啊 花了两千多万 结果给他清算起来剩五百多万 他还不知道 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清算过 这叫什么 漏财 所以第一个坏习惯 漏财给他改起来 给我 你手指头这样拿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老师的手指头这么密 找不到一个洞 对啊 我就是皮修啊 我就是钱 就是不漏财啊 那你能续报的是什么股票 你能续报的就是会配股 会配息 最好股票也配 这个叫做现金也配的 他会给你生股子 儿子给你生股子 你这种要报 哪一天只要涨一波 你连本代曆都回来 可是你如果追的是强势股 不配股 不配息 甚至配那种阿萨布鲁的 他拉回 等到天荒地老都等不到 举个例子来讲 等一下我先讲大盘 大盘讲完我再举例子 你看 老师昨天影音学堂 还没有说近期的景线 短线的景线在这里 在1703 那是不是已经跌破了 跌破了对不对 然后我说这个景线绝对不能破 这是多少 也不是1703 1703 我说这个上礼拜 我说这个景线一破的话 就会测际线 有没有测 有 昨天是不是跟大红K 我说只要AI会涨 大盘就是红的 只要AI不涨 大盘就是黑的 你看 有没有黑 好 那这跟黑K要不要紧 有点小要紧 为什么 他今天是有量的 昨天的红K没有量 我就说是背离了 那为什么会没有量 因为跟进量不够嘛 因为你除了AI涨其他都不涨嘛 对不对 那市场我们讲的 如果要一个真的波段的行情 开始要有机之谈 也就是说业绩好的 然后未来具有成长潜力的 也是AI给你股 其实现在传产啦 我刚提过传产金融电商 Anyway这些 哪一档不是AI股 你去金融看 我们讲手机啦 你现在有谁带银行转账的 没有嘛 我们都是用手机转账 这不是AI没救命是谁 你硬要说这个壳才是AI 我也没办法呀 所以AI我说过 我跟苏妈妈的观念是一样 包括我们讲黄仁勋 他的意思也是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去局限思考的宽度 你要好好的放手 看未来你才赚得到 属于自己的政策 那么今天这根黑K 扎扎实实的吃掉了这根红K 我说过这个大盘在计线上面做整理 切记不可以破计线 假如破了计线又破了颈线 颈线在16600点到16593点 你就记得16600好了 16616600这里尽量不要破 为什么呢 破了之后会有城市交易 也就是说法人的城市交易会出来 他们必须停损啊 因为他们也是做的是强势股 那如果那个停损交易出来的话 那大盘就会修正 那修正呢不要怕啦 因为基本上还是一个大多头价股 还涨集叠 然后这里开始去做横向整理 其实这个横向整理 我早就跟你讲过 这就是这样的横向整理啊 横向整理啊 因为说实在来从11月3号 去年11月3号我的 是今天系列这样涨一波上来之后 那你有没有发现 再来主流族群就跑来跑去 后来集中到AI 然后后来AI最近呢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之后 没有出现什么主流 你有没有发现 以今天来讲 你在看这里 今天节目有点小难 大家忍耐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又跑到哪里 我说过嘛 长龙集团里面 我们讲的长龙集团 它是蓝银绿银的什么概念股 那这是选票行情 所以长龙集团 如果手上有长龙集团 我说长龙钢 还有长龙航 这个都还不错 我也说过嘛 那没得涨的时候 观光就又开始了 这叫题材股 然后航运我说过 它是老弱妇孺概念股 那今天的航运股你看 当要去拉盘的时候 就会去拉长龙航 台滑头 滑航 然后呢 基本上像这样子 去做一个拉台 至少指数可以在尾盘 去做收敛 不要让它变成实体大黑K 好那你再看今天 基本上我刚有提到 今天特别特别特别 强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得到 它跑到军工概念股 来看一下 这老爷知是所谓的 我刚刚说的旅游概念股嘛 然后今天军工概念股也变强啊 然后呢 今天整个强势族群又换了一圈 大家有没有发现 包括昌兴这汽车概念股 你没有办法去抓出一个 真正的主流出来 反倒是 我们讲的这个叫做 AI概念股 AI概念股 这一个领头羊叫伪创 伪创 我昨天在尹学堂也有教 那我们讲AI概念股 应AI高档概念股 你要看的是领头羊 是伪创 伪创 那么伪创呢 这个近期在大盘整理的时候 以它为主 人家它是主流股 那我也说过 这个东西呢 总的老师也教大家 怎么计算它的整理周期 那你要看你自己看 昨天老师的营运学堂 回放 那你们发现今天它也有出量 它也有出量 然后实际先交叉 这几天是谁在买 外资 但是本土法人是调整的 那你再看 我们讲加仕达好了 他加仕达董事长说 我不是AI概念股 他有没有在这里说我不是AI概念股 他在这里说我不是AI概念股 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什么呢 那基本上他如果说我不是AI概念股的话 这支股票一定会跌 一定会跌 那所以他今天一定不强 那你可以看一看 外资有没有早就调了 有啊 然后在这里 外资有没有做个短 这里有没有 买了5900多张 买了多少 买了连续三天买了5000多张 然后呢 有没有卖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知道昨天外资是调节了 调节完间才说我不是AI概念股 然后呢 投信其实没有多大的琢磨 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市场真的很夸张 你不能只听消息面 你不能只听消息面 我不知道他们 到底有没有介入 但是基本上他在这里说 不是AI概念股 是不是里面的人已经亲了差不多了 甚至做了反向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得知 但是我今天主要告诉你的是 AI你要稍微把眼光放大一点 看远一点 那今天AI我不特别再讲哪几支 基本上昨天长得今天大概都是跌 那你要看的是领头羊 能不能继续强 就是这个 假如这一支能够续强 今天收盘能够续强 还有这一支 这支是我们讲的3364吧 创意6443 不是6443啊 3443啊 sorry 有时候代码会乱掉 这个是创意 创意是属于这个我们讲 晶片的AI 有没有转强 那我们讲的伪创的部分 是属于伺服器的AI 这两档如果能够持续转强 或是整理完毕 那我们讲硬体AI有机会 不然就会开始去做一个肋骨轮动 一直肋骨轮动 然后这个热钱会开始怎么样 这个现在躁郁症的热钱 你有没有发现 你今天追金工好了 你今天追我们讲的 你看那个这个 我们讲的老爷子 突然转强你追 明天如果没有出 他可能又下来了 那这样子做股票 很容易什么 夹到了你不卖 有赚钱的你就赶快卖 结果呢会吃小赔大 我这概念要有 今天老师特别跟大家 去讲这些东西 主要就是希望说 大家在做股票的时候 能够稍微看远一点 那我也说过 你如果真的一天不买卖很难过 那麻烦你拿 你有比如说你有100万 你有1000万 你就拿两成的资金做短 因为说实在 人无恒财不发 马无野草不肥 大家不都这样讲吗 那因为人性本来就是 希望今天买明天就涨 理想上来讲 但是如果今天买了 明天不涨 你说怎么办 那如果它是一个好料 它是一个好样 它是一块普玉 你当然报没有问题 你就亥亥亥 假如它又是一个不成财的 你说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投资理财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那目前好 我们看收盘了 创意有没有尾盘拉上来 有 3231尾创 尾盘是压下去的 这代表什么呢 软体有机会再上来 而我们讲硬体的部分 会再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软体AI 如果你手上有软体AI 你可以续报 这样了解吗 那我们今天晚上11点 我们就来好好听听看黄仁勋 这个黄仁勋 他呢 这一次演讲会的内容 也不是演讲会啦 他要开讲在美国开讲 特别就AI的范畴 AI的运用 AI的改变 AI的新突破 对人类的新突破 到底他怎么讲 来老师明天会收集完资料 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不过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 那8月中旬到8月底 大概都会有这些演讲 还有这个我们讲的 8月11号开始也有一个 我们讲 AI开发者创新人员 研究人员 创业人员 那个研究演讲会 那很多全世界人都可以报名 所以AI是长真的 但是会累股轮动 这样了解吗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咯 那还没加LINE 自己去加一加 好不好 拜拜 股市新明星LINE生活圈 还没有加入的朋友 现在立即搜寻 小老鼠 HAPPY1788 小老鼠 Happy1788 您将可以获得 每天最新的广播节目 以及YouTube影音节目的 随点随听 随点随看 同时也别忘了 订阅幸运女神来驾到 林杏荣分析师专属的 个人YouTube影音频道 幸运女神来驾到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打开小铃铛哦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否则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出品的 什么人 mort讯 饭